好啊,我们看第一肢体啊,这个也是一个mortel cell来的,对吗,chemical cell,cell kina,或者是mortel cell 所以它放一个是cubrum,一个是plumbum,一样啊,cubrum在下,plumbum在上 所以你就可以先写明显,如果你看到这种题目,写明显,哪里加哪里剪 plumbum在上比较容易分解嘛,对不对,比较electropositive 所以这里它就比较容易释放出electron,这里就是negative了,对吗 这样的话这里就是positive,如果是我的cell的话,negative那边我们叫r0,对吗 positive那边叫cathod,OK,这是顺便等复习啊,听多几次你就熟了的 只是会忘记的,对不对,所以复习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你自己要做多一点 可以接着,我们再看啊,这里还有发生什么事情,OK,我们知道这里会分解 that means它这里会变薄,如果是我啦,我考试我一定讲话的 就变薄掉了咯,这里会变厚,很有可能,对,因为它下面的这个液体 那个electronite的那个金属的iron啊,跟它的金属一样嘛 这样它就会粘上去咯,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的话是,它会溶进那个液体里面咯,是不是,OK咯,就这样了吗,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啊,有什么答案是对的,不对的,这样啊,OK,看一下下面 哪一个是会发生的,A讲,cuburn变薄,这个变薄,错 plumburn变厚,这个变厚,错,A,B都是想法了,对不对 再来再来,C讲吗,electron,我的脸放旁边,我的脸放大点 因为感觉不好好像在这里讲这话啦,是不是 比较好像感觉我会比较容易focus的 OK,C啊,electron,在外面流动,在那个电线外面流动啊 从cuburn去到plumburn,对吗 不对啊,是不是,应该是从plumburn去cuburn嘛 比较容易分解的那一个,去到鎂那么容易分解的那个啊 C到爪,东西,cuburn duanitrate的颜色会变淡 cuburn2 nitrate颜色变淡,会吗 会啊,OK,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cuburn2的iron 就是蓝色的那个成分啊,会一直附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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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它变厚,这样这个液体里面的cuburn2 iron就减少了,对吗 所以颜色确实会变淡,答案 东西了,第四题答案东西啊,OK 这个我没有highlight起来是什么了啊,你可以自己一边停一边 确认一下啊,OK OK,第五题,再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啊,这个是Cell electrolysis Yang Digunakan,OK,Cell electrolysis 它讲它用来menulantan satu kepingan kuburum dar tulen OK,这一个是penulanan,对吗 OK,就是讲它把它变成纯净化,purification 是不是,比如说Arnold,Kathod,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它讲在Arnold跟Kathod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看,如果 嗯 它讲Arnold那边它放Datulen,Kathod那边它放Dulen,所以这个如果是要放纯,要跟它弄纯的话啦,我们知道Datulen那会溶掉,对不对 所以它溶掉的话,它混在里面的那些砂啊,它就会沉淀在下面了嘛,是不是就掉在下面了嘛 所以Arnold那边,OK,所以Arnold那边,OK,不纯的那边,会从原本的金属分解成Ion 金属分解成Ion,OK 不是Boy就是洗了 是吗 那边的金属分解成Ion,释放出的Electron,会从外面的Lita,那个Circuit,然后去到Kathod那边,去到Kathod那边,去到Kubram Dulin那边,Pure Kober plate 然后,在液体里面的那些,那个Kubram 2,就会粘上去,因为它们会接送那个Electron,然后粘在那边 在Kathod就会变厚,所以那边会发生什么事啊,那边应该是从Kubram的Ion,变回去Kubram金属 才会变厚嘛,才会粘在上面嘛,也就讲答案是Boy来的了,对吗,你check一下,第五题是Boy OK 第五Boy啊,OK,再来第六 哪一个是Electrolyte,这个简单不好啦,Electrolyte一定要可以导电的嘛,Acid啦 是吗 在Covalent Covalent Bond 不能导电啦,因为 没有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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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s,Bergara,没有Free Moving Ion 你要写这一个,如果要问原因 OK,再来这一个 这个怎么,S跟T,然后,哦,一个变薄一个变厚了,是吗 所以,没有,没有变厚咧 OK,不懂是什么,它是这样,S跟T 然后两个小时后,这个变薄这个不懂发生什么事啦,他只讲这两个金属啦 所以哪一个是对的,他讲OK S positive 你记得刚才我们讲,变薄的那个是negative咧 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容易分解 你要记它的原理,你不要去实际,你知道吗 会变薄那个,比较容易分解 因为它出那个electron啊,A不是啊,OK B,Golumbum gas diperatigan by the logam 在,by the logam T, metal T 出现,泡泡,我没有看啊,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这个应该要写一下这个 哎,这个刚才的,OK 在哪里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acid sulfuric它里面 其实这个为什么没有变厚,确实没有变厚,因为这个液体它不用这个金属啊 这个不会变薄,它会变薄,但是它没有变厚 在acid sulfuric里面有,我们知道有H+,对不对 SO 4 然后2-,对吗 水的话,因为它是acid嘛,有H+,还有一个是OH- 对吗 OK 所以这里是点 这里是terminegative,这里是terminepositive terminepositive这一点,很多electron跑过来对,这里的electron它会这样走吗,是吗 这样走过来,这样走过来,往这里走啊 是不是 这里有很多electron,加的就会粘过来,对了咯 Ion positive会粘过来,Ion positive只有一个,就是hydrogen 也就讲B确实是对的 然后这个gas,是什么gas来的,是hydrogen来的 对吗 OK 就是这样啊 OK,我们再check啊,等下我看一下我答对不对,应该是对 第,这是什么,第几,第起来的啊,对 诶,是吗 对啊,是哦,对哦 诶,我刚才写H加OH,对咯 OH- OK,所以,boy来的啊,跟我写,跟我写,跟我写错什么东西 哦,没有啦,OK 所以这个是圈圈提的 嗯,OK,我顺便讲多一点,这一个写的了,OK,写的,我们看一下这个structure 题目啊,OK,所以这个是什么来的,一边它用的是laboran,molden,let plumbum,let bromide, sorry,plumbum dua bromida OK,所以它要煮到溶,它才会产生反应,对吗 这个的话,直接用sodium sulfate solution,拉入蛋了,它用的是水的,有液体的,有放到水的,对不对 OK,现在我们看它有讲到什么东西 A是Sonyacan,Gernis,Zara 哎,什么题目来的 如果它问type of particle,其实,它是问你是,这个叫什么,是molecule,还是atom,还是ion,这个叫Jernis,Zara,你知道吗 有时看到这种题目,我们不懂还问什么,其他问的东西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它讲laboran,融了过后啊,如果还没有融,是molecule,对吗,因为它合并在一起了嘛 如果融了过后,确实是ions了,OK,ions 这一个,拉入蛋,它简直就是产水了的啦,这个而且它会变成,这个一进水它就融了,就变成ion了,对不对 也是ion,所以A12是ion-lider,check一下答案一下,我答案会拿你 OK,ion-lider,看到吗,对 OK,A12是ion-lider,再来 这是厨房用的盐,是natrium chloride吗,对不对 Sodium chloride,就是我们的table salt OK,所以它讲它,它在室内温度的时候是固体状态 为什么,它叫我们解释,室内温度的时候是固体状态 你要解释什么,你要解释跟温度有关的东西 你要解释什么啊,你应该讲 在室内温度9度,大概27度,对不对 我们在科学里面,我们当室内温度是27度 室内温度它是固体状态 也就是说它还没有溶,还没有蒸发 你要讲到的是它的溶点和肺点 OK,所以这一个题目其实它要你解释的是 Natrium chloride,sodium chloride 溶点跟肺点都很高 是不是,看一下,对 看到吗,B1 Takat lebor,takat di de 溶点、肺点 Natrium chloride adalah tinggi OK,看得到吗 Melting and boiling points of sodium chloride 就是很高就对 OK,我讲多一题啊,这个啊 OK,这个你会得来,是很简单的 Jelaskan Co-conduction Electric Explain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它的导电能力,solid 它的固体状态的导电能力 我们要讲解释它能不能导电 不能,对不对 你要看分数啊 其实这个题目没有分数吧 通常这个你一定要解释的 为什么不能导电你要讲 因为没有,刚才我们讲过了 没有free moving ions 对吗,你要解释到 Krana tidak ada Ion,Ion yang,bebas bergera 在这边 OK,可以啊 所以你写一写啊 OK,下一个video我再继续 因为我不要太长会很闲 OK,下一个视频 OK,下一个视频 OK,下一个视频